主席 超過六萬人 現在人數越來越多 如果說單日呢?平均單日呢? 平均單日最近三月份比較多 現在目前現在因為熱季 所以一天都有大概平均三百個人左右或超過 那這樣算起來大概成長幾倍 成長很多 對 所以成長這麼多 那當然我所聽到的是認同支持比較多 那當然也要小心防範有沒有其他缺失 那您的看法呢? 就整個陸客自由行來了之後 有沒有其他必須注意 或是有哪些缺失必須防範未然的?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自由行 透過他們形成比較開放自由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造成陸客的滯留不歸 但是我們蠻覺得還蠻鼓勵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目前為止這些自由行的旅客都沒有滯留不歸 那種情形在整團過來也會發生啊 整團過來有發生但是數字很小 但是自由行從去年六月十八號到目前到昨天沒有 沒有人滯留 換句話說其實那個就是只要你開放的話都會有產生這種 不管你是整團過來自由行都會有的啦 我是說針對自由行特別會產生一個流弊啦 大概也沒有很明顯嘛對不對? 沒有我們還沒有觀察到 就是說其實我們所聽到的都是支持比較多啦 對 那就也感謝這個主委喔前陣子到地方辦這個座談 我覺得非常成功 地方的相關的業者包括文創業者啦民宿業者啦 這些相關的一些地方一些有創意的一些工作者他們都非常肯定喔 因為畢竟啊我們希望觀光客不管是路客也好或是外國觀光客 來我們這邊看不只是看我們三明水秀日夜坦阿里山這些相關的自然景觀喔 其實我覺得要看一看我們台灣啦這個台灣人啦的智慧也好我們的美德也好 或是說我們的創意我覺得這個更重要喔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上次辦的你們前幾天到地方辦的座能相當成功 謝謝委員 那我覺得做對的事情就繼續要做下去 謝謝 那當然流弊一定有嘛 那你不能陰陰廢死說可能會產生哪些流弊 然後我們是不是又要把它緊縮或者又把它限縮 我覺得阿當然阿這當中一定有人會批評喔 所以既然阿我們到現在目前為止來講這方面辦的都相當成功 我們是相當支持阿陸委會 應該阿這個拋開以前讓他覺得你只是談政策喔 兩岸只是在談政策 或是說他跟大陸之間的關係怎麼樣 而是應該阿更積極落實來關心地方的民生 朱瑋你看呢 呃同意對支持委員的看法 那當然啦因為這樣衍生出來一個問題喔 這個其實我們對於整個兩岸關係的交流是慢慢開放 只是這個腳步快跟慢啦 所以我對於有些現在可能要採取一些限縮的態度 我覺得有一點點覺得好像反其道而行喔 包括我們對外籍新娘喔 譬如說中國大陸過來的他的身份證拿到的就比一般的喔 東南亞的外籍新娘還要這個時間還長嘛是不是 呃是這樣喔 現在從2009年修法從八年喔縮短到六年喔 對啊那外籍配偶的這個拿到身份證年限是要看他們每一個個別的情況不一樣是四年到八年喔 那一般來講四年沒有什麼特殊情況四年就拿得到了啊 也不一定耶 不一定耶 因為這個其實規定也滿也有一定的這個不是不一定適合每一個外配 所以您贊成說那個就像針對特別針對中國大陸這一塊他的陸籍新娘 來給他做一個限縮是說時間的延長嗎 有需要嗎 呃現在是這個相關的人權團體喔 提出來說希望陸配的這個呃拿到身份證的這個時間啦能夠跟外配一致 是啊 是這樣的一個聲音 那就是平均他們比較慢嘛 是不是應該這麼講嘛 這麼解釋 外配是四年到八年 沒錯啦 他說希望是一次的話就是表示說 理論上他們是平均是比較晚一點嘛是不是這樣子 他們認為外配比較快 對啊 是這樣子啊 其實我們所看到的情況也是這樣子 但是每一個個別的情況 換句話說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還是有一點點啦 那個制度不一樣 我知道啦 不同的制度 我知道啦 有這種聲音就是認為說好像陸配就比較晚一點嘛 所以現在好像當然這是過幾件事情喔 有人要來限制就是說 那個大陸人次到這邊來制產的一個規定要把它限縮 那如果你的看法 需要在本來是五四三嘛對不對 就是說 貸款五成 然後你在那邊可以居住四個月 然後呢 這個三年才能移轉 那現在有人要把限縮三年改成五年 或是說你限制你不能買這個住宅 你只能做商用怎麼樣 你覺得在這方面再做一個限縮有沒有特別的意義跟需要 你目前喔 從民國九十二年通過的這個法令喔 以及相關的配套措施喔 我們基本上是認為喔 是可以來處理的喔 不會 是可以來處理 對啦 大陸人士在台灣制產的這些相關的問題 關就要說即使這些法令已經夠了啦 因為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產生 有些人建立說應該修得寬鬆一點啊 這樣好像還不行啊 就有人說不行啊還要限制更年 我在看法令的憲政喔 立法院可能有不同的意見啦 我知道啦 有些覺得要犯寬 有些覺得要限縮嘛 我告訴你一般來講像這種喔 有關於政經濟的一個 經濟面的一個思維 我所看的大部分都是比較放寬 傾向放寬 只要說你整個制度上了軌道之後 它並沒有產生很大流 除非說你有產生很大流弊嘛 就像我說路科自由情形是一樣的嘛對不對 就是說贊成的或是認同的比較高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是適度放寬 相同的道理啊 你其他制度在限縮上 如果當時我們一般的外企配偶跟陸配 就是說他們規定不一樣 然後平均起來陸配比較久一點點 那為什麼有人權團體就在希望說 把他這個標準弄一次 就認為說執行這麼多年 好像沒有其他的負面的問題產生 所以很多制度上應該其實 在執行一段時間過去之後 如果說沒有比較負面 而正面比較多的話 其實應該朝比較 要放寬的方向來做才對 也比較符合我們一個開放 民主自由一個國度的作為 所以你的看法呢 我了解您的意思喔 對啦這個 法令相關的法規 當然這個 有時候是需要與時俱進的來討論檢討 對啦 我很怕很多事情都退路啦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沒有針對特定義理來講 奇怪怎麼 有的還要把他限縮的更嚴格一點 然後只是因為他可能考慮到 他會怎麼樣來炒作房地產 你不要說陸資 港資會炒作啊 外資他認為說有利可渡他會買啊 那你要怎麼限制呢 無從限制 只要國家安全 國防上不會有什麼影響 然後沒有很大的排氣效應 我覺得這個一個算是一個自由的國度 不應該做很大的限制 那八次江城會啊 剛剛你講過嘛 大概 在今年上半年 就是六月底前 我們會來去 報紙寫那麼清楚啦 反正而且海基也講說 就可能就在他們興建大樓嘛 對不對 他講那麼清楚 只有對他講說 在討論再考慮看看 我看這個地點應該是不會改 那當然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希望說 哎呀每個地方都去走一走啦 花蓮 後山 台東都希望 欸 台中 台北啊 包括我們的副主委都希望 那高雄應該去一下啊 對不對 然後花蓮那邊也希望過去台東 我想到時候宜蘭 我們這邊也三明水秀啊 坦白講都很好 但是我這樣看一看 即使過來是要開會的 是要開會的 不是要觀光的 所以我我 當然這個不是今天海基也沒有來 那以你一個主管機關的立場 我是可以建議 其實未來 不要到處每個縣市都去 你看之前那個那個他的副主任 到處去跑 幾乎跟好像是去long stay 已經造成很大的一個 回想啦 有認同也有 但是也有反彈也有 然後大部分都替你擔心說 好像他的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立中兄他的知名度已經快 比你高了 知識度比你高了 但是他 你他沒有如果說沒有違反相關規定 好像你也不能 強烈去阻止他不能去 可是這個開會地點 我覺得啊 我們應該要 除非你說在 中國大陸 那沒有話說 對不對 去中國大陸在哪裡 他們指定地方 可是到台灣來 我是 我個人看法 應該喔 不要到處去 盡量齁 既然好機會到了 都已經蓋好了 未來就 定於一尊 你的看法怎麼樣 就不要到處亂跑啊 反正只是開會嘛 他又不去不去玩 那玩的話 開會就在那邊 他想到其他縣市去參觀 參訪 那是另外的行程 你的看法呢 基本上 政策上的規劃 就是這樣 對啊 就是說開會就在那邊開會 那如果說他他想後站 想到花蓮 想到台東 甚至想到離島去看看 那是另外一個行程 那不要這個 因為我覺得你到其他地方去 那種感覺喔 這個這個 反正你贊成了 你會想 讓地方 來促進地方的發展 我覺得開會是不會啦 他真的 關心 有興趣 他想參訪可以去走嘛 看看嘛 可是開會 我覺得開會 光是開會 並不可能說 因為這樣提升那個地方的一個知名度 或是他的相關的 周邊的產業 不可能啊 但是 反而會讓人感覺那個 觀感 你要做負面解讀的話 就並不是很好 台灣各地喔 就是啊 因為這個跟會議的設施設備 場地夠不夠也有關係 海基會曾經過去 也review過 就是檢視過 那覺得最合適的還是在台北 對啊 那現在海基會大樓已經蓋好了 蓋那麼漂亮幹什麼 對不對 指的是台北的旅館 好不好 白北的飯店旅館 好不好 不要到處亂走 要去玩 可以啦 要去玩 我們不能限制啊對不對 溫家寶都說 以後用爬都要爬過來啦 他要玩 我們歡迎 開會不要到處爬爬走 並不 坦白講我感覺 那種感覺並不是很好 這個一直是從 這幾次江城會來的原則 因為我現在看到很多線都在爭取啊 那沒有什麼意思 那我問一個問題 那這次巴士江城會來 那你會不會跟他 賴臣會一下 會不會 江城會啊 你去跟他見面 就變成賴臣會了 通常我們 過去三次江城會在台灣舉辦 舉辦過後 就是江城會簽署過後 依照慣例 我都會接見 跟這個他們的代表團來會見 時間都不長嗎 時間不長吧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我建立你 先想好配套 他們這個反應很快 不要去到時候又 賴臣會又被他吃豆腐 你知道我意思吧 不知道 就是說 就算在稱呼上也好 就是說 我們 那不叫兩會嘛 他們是海邪嘛 是會嘛 那我們也是會 我們甚至委會 對不對 可是我們是官方代表 啊 我的意思是說要不備不抗 但是也要注意 通常都是這樣 注意他們 一定是以 他們以太 我跟你講 即使那個只是 有些時候只是一個口舌之 真口舌之塊而已 可是啊 只是 有些時候官方代表的一舉一動 很容易牽動人家敏感的神經 好像說 哎呀你怎麼態度怎麼這麼卑微呢 好像有點點是不是 就是 喪權甚至乳果的味道在裡面 我的意思是建議 真的要會的話 你要先想好說 怎麼講啊 然後到時候他講什麼 你要請你的幕僚啊 稍微做一下擦盤推演 謝謝 不要只是當成一般的做團 不對啦從來也沒有過這樣 真的委員 有啊 上次不是叫你賴小姐啊 他們的這個 對稱謂上的 對啊 是不禮貌 我們也很不以為 也很遺憾 不能接受 我就不好意思叫你賴小姐啦 對不對 他不是這樣稱呼 不是喔他怎麼稱呼 他用您啦 那不過 這個 我們在 會見的 各種 細節 或者是 內容啊 其實已經 一貫 已經三次了 我想要有很多的報道 這個都 都不是問題 我知道啦 那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喔 中國大陸也是 那麼大的一塊土地 而且那麼大的一個政權 國家也好 我想他也不至於在口舌上啊 這樣要故意啊 占我們便宜啦 但是畢竟啊 他們的一宗思維 他們就說 就是一個國家的思維 我怕他在態度上 可能在眼裡上喔 有些時候會 站在一個比較高點 來跟你對談 那我很怕說 到時候一談 很快就到了咧 對 我怕你因應喔 到時候因應喔 無力 因應無方 然後又到時候被人 不要把他採訪 我要的關心 過去三次這個是有目共睹嘛 所以您不用太擔心 好啦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謝謝 您請回 我請林次長 次長 時間快到了齁 今天報紙有 文靈院的其他的三十幾個啊 除了王家之外啊 連著刊登廣告啦 不是廣告啦 對啊 是廣告啦 請還給我們合法的居住正義嘛 對不對 上一次部長在那邊講啊 王家這個案子是居住不正義嘛 對不對 可是對於其他這個三十幾戶啊 他們覺得對他們來講是居住不正義啊 怎麼辦呢 快點時間到了三十秒給你回 好報告委員 我想我們部長會後 也有再做一些說明 他是說有居住不正義的現象 但是並不是針對 他當時的這句話 並不是針對王家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可能要再做一點說明 那另外的話呢 呃 其實相關的調查報告有關 這個文靈院的 我們也 內政部已經完成 也已經送到我們內政委員會來 那目前的話呢 就從整個過程裡頭 我們覺得當務之急 還是趕快去 進行我們渡更條例的修正 王家的權力要顧 這三十幾個其他人 守法的人的權力更要顧嘛 對不對 是 不能顧此思彼齁 不要因為人家那裡罵得比較大聲 就怕一個人 其他都不管好不好 是 自黨回去要趕快想辦法來出這個事情 好 謝謝 謝謝